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级拳是属于大开大合 头 肩 肘 手 尾 跨 西足 这八个部位的应用 这也是八级之名的来源之一 八级拳属于短打拳法 追求的是刚猛 朴实无化 发力去猛 在积极手法上面 他讲究寸节寸拿 硬开硬打 一个练八级拳的人 你挨到他的身体的时候就像挨到了一个皮球 皮球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打你 都可以弹你 把全身每一个发力的点每一个部位都把它整合起来 就像鱼一样 它是在一瞬间全身所有的部位结合在一起 这就叫掌力 八级拳一定要找到掌力 为了强化这些武器 你要不断的强化它的硬度和力度 所以每天都要打装和靠装 在传统武术界啊 有一句谚语 文有太极安天下 武有八级定乾坤 这一文一武呢 象征着功夫的两极 传统武术本身 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剧嘛 电视剧的名字叫上海滩 上海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有很多外国人啊 都来到上海 来了解和学习中国外话 他学习咏春拳 来到上海呢 一边学习 一边开馆教学 习练多年的中国武术 这让我有点惊讶 他想以后回到意大利 开一间他自己的武馆 当他知道我是练习八级拳 就想过来和我了解和学习 他练习的咏春拳是南方拳拳 而八级拳呢 是典型的北方拳拳 你用俠子力大全身 直靠 可不得 你对 直打 整间 小年 虚实节乏 动不动不动不 松中拳 当你练习霸击拳 使你的身体 以及内气 能够做到足够强大的时候 你发现在往上没练 无法突破了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 解决这个瓶颈 最重要的是解决新的问题 你好 我李克放 头发稍微往两边收拾 其实这些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种感悟 习武的过程 本身也是学习做人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的反思 不断的检阅 从中间找到自己的缺陷 然后弥补 再继续强化 在那个时候呢 我常常想起我的家学 正念正心 精进无畏 我就用这样一种精神 悬于头顶 激励我自己 勇往直前 所以我相信 我一定会把八级拳在上海 推广得很好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和喜欢八级拳 会跟我一起练习 中国武术作为四大国罪之一 它最重要的和最伟大的精髓是什么 它其实是想通过一种全法的修为 能够让你真正发现自己 了解自己 驾驭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